你的眼神告诉我 不要做一个伪君子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视频中这个男人名叫小蕾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导致图老师 劝他不要做个伪君子呢 事情还要从他的干妹妹小云身上说起 我跟我哥哥 然后就是说从小一起找到他 你这哥哥是哪层意思 反正我一直把他叫哥哥嘛 就他很小就很喜欢他 是吧 那你向他表白过吗 我们之前有谈恋爱 干妈我们家里人全都支持 我跟我哥哥在一起啊 他跟外面人说你是他的女朋友 说过吗 说过的 他牵过你的手吗 牵过手 你们花钱月下过吗 反正一起牵过手光过街嘛 眼前这个盛气凌人的女人 就是干妹妹小云 一上场他就自诩是 哥哥小蕾的女朋友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小蕾与女友小叶相恋 已有三年的时间 但因为小云的插足 他们经常爆发矛盾 更过分的是 小蕾不仅没有和干妹妹之间保持距离 还背着小叶与他谈起了恋爱 忍无可忍下 小叶向男友提出了分手 可小蕾此时却称自己 一直爱的人是女友小叶 而且为了挽回女友 他还找到节目组 一上台 小蕾便急忙解释起 他与干妹妹的事情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妹妹 主持人你知道吧 那个女孩呢 她是我妈妈的一个干女儿 从小到大的话 家里面人就觉得这个女孩 会成为我的老婆 但因为她的出现 打破了家里面呢 就是那种长期以来的想法 我也跟我妈妈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 跟她是不可能的 据小蕾所说 干妹妹是母亲认的干女儿 也是从小和自己 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家里人都认为两人将来会结婚 但是自己却只把她当作妹妹看待 而且她并不喜欢这份被安排的婚姻 因为自己深爱的人 一直都是女友小叶 可对于男友小蕾的真情流露 小叶却表示 自己并不想继续这段感情 因为男友的母亲 对自己十分苛刻 那么小蕾的母亲 到底做了什么事 才导致小叶会这么认为呢 你妈那么不喜欢我 要是我就算以后跟你在一起了 你妈那种天天给我脸色 看我怎么过呀 但是我妈她为我考虑的一些事情 也是合情合理的 比如说你有两个弟弟 我有两个弟弟怎么了 她有手有脚的 她自己可以上班 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你妈说什么 我有两个弟弟 以后就要靠着你了 为什么要靠着你啊 我弟弟从小吃你家大米了吗 在小叶看来 准婆婆这是在刻意挑衅的 自己是有两个弟弟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将来要男友为他们做些什么 何况弟弟都可以自己 挣钱养活自己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可男友母亲 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就直言 以后她的弟弟们 就要靠着男友小蕾了 这让自己的心里十分不舒服 但小蕾却反驳道 作为自己的母亲 为儿子多考虑一些 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她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也一直在劝说 母亲接受女友小叶 听到男友的话 小叶说这件事也就罢了 最让自己无法接受的是 男友母亲竟然 丝毫不打算接受自己 接着她便提到准婆婆 给男友介绍对象的事 那为什么我跟你还在一起呢 你妈又给你介绍了别的女朋友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妹妹主持人 你知道吧 那个女孩呢 她是我妈妈的一个干女儿 我也跟我妈妈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 跟她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跟她讲了 也跟她解释过了 听到女友的抱怨 小蕾无奈地表示 其实关于这件事 自己早就和家人表明了态度 也已经跟女友认真解释过了 可女友小叶就是始终都不肯相信的 搞得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 对于男友小蕾的解释 小叶显然并没有相信她的话 接着便说起了男友和干妹妹的事 你怎么解释的呀 说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那结果呢 结果你真的把当妹妹看了吗 为什么她去你学校 还给你洗衣服 给你打水 她天天在你宿舍 那是妹妹该做的事情吗 小叶生气地说的 男友嘴上说着 一直把那个女孩当妹妹看 可是那个女孩 却会给男友洗衣服做饭 还整天在男友的宿舍里待着 这很难让自己不多想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对于女友的指责 小蕾却声称她也有着自己的苦衷 自己明明早就跟妹妹说过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妹妹依旧对自己死缠烂打 况且不看僧面看佛面 自己总不可能不顾及她的面子 当着那么多人在场 直接强硬地把妹妹赶走吧 但小叶却说 即便这件事男友有自己的苦衷 可是后来男友竟然把她一脚踹了 直接和干妹妹谈起了恋爱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蕾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那不还是你闹的吗 你整天开口闭口都跟我谈分手 那我最后的话 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行啊 那你跟她在一起好了 然后我跟她在一块的话 你也知道了 我就是当时为了故意气你的呀 我当时没有跟她在一块 感觉 你说感觉没有跟她在一起 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 大家都乐了 小蕾的话音刚落 全场的观众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一起就是在一起 没有就是没有 小蕾这怎么还一会在一起 一会又感觉没在一起呢 这是小蕾继续解释着女友提到的事 我当时嘛跟她吵架 她就是说 她也就是有点女孩嘛 小吃醋嘛 然后觉得就是我对她有意思 然后再加上我妈妈之前的话 对她就是产生了一些就是误会 然后在家这个女孩出现的话 她觉得我跟这女孩可能有了什么了 然后那一阵一直在跟我提分手 然后分了吗当时 分了 你就跟那个女孩 干妹妹在一起了 是吧 跟我干妹妹就是在一块的时候 我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 我只是为了气她 可能的话我干妹妹觉得我某些地方 就是让她感觉到我是喜欢她的 她把我当成男朋友了 各方面对我严加看管 我感觉的话 我跟她在一块的话 那就不是说是她男朋友一样 好像一只宠物一样 什么情况 什么事情都要听她的 然后后来的话 我就跟她说明了情况 我说我心里面还是喜欢我现在的女朋友 我说我然后又回去就是找她了 看到如此生气的女友 小蕾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说辞 她表示 自从女友小叶得知了干妹妹的存在之后 便多次也为干妹妹而粗意大发 而且每次都是以分手相威胁 后来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 女友又一次提出了分手 于是小蕾为了故意让女友生气 便假意和干妹妹在一起了 可没过多久 小蕾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女友小叶 便又去找女友寻求附和 听到男友的话 小叶也坦言 也为自己对男友还有感情 两人没过多久便重复于好了 可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下可惹恼了男友的干妹妹 对自己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说着便提到了干妹妹 对自己的报复行为 自从我跟她和好了以后 她的那个妹妹跟疯了一样 天天跑到我家 在我家那个门上用红色的笔 说我是贱人 还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甚至天天往我家门口丢死老鼠 我的那些邻居这样看着 我以为我在外面干了什么事 让人家这么恨我 确实如小叶所说 估计不管是谁 碰上家门口每天出现死老鼠 肯定都会感到非常害怕 可是即便妹妹已经做这么过分的事情了 男友却还是不管不顾 甚至话语之间还尽是袒护之意 直言总不能对自己的妹妹非打即骂吧 看到小蕾如此包庇纵容妹妹 主持人不禁质问起了她 确实那只是你的妹妹吧 干妹妹 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把她当作妹妹的 你确实在跟现在的女朋友分手那段期间 没有跟你的干妹妹有男女之情吧 没有 那你跟你那个干妹妹确实也反复说过说 你就是我干妹妹 还是你跟人说过你是我女朋友 对 我跟她讲过 你讲过 面对男友坚定的回答 小叶却不愿意相信男友的话 她认为 如果男友真的多次告诫过妹妹 那么她就不会对自己这么偏激了 可男友却立即反驳道 倘若女友真的不信任自己 她完全可以和妹妹对质 并表示自己对女友的真心 是绝对可以经过检验的 听到这里 主持人便把小蕾的干妹妹小云请到了台上 来来来我们有请干妹 来有请 喂喂 这往哪去啊 那我男朋友这边啊 你给我放开 凭什么放开 这是我男朋友 我就是在那边 来来来 姑娘来 站到叔叔这边来 来 要不然你到叔叔这边来 来 怎么抽空你 叫我小云吧 小云今天多大 23 这个是你的 男朋友 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就是你在中间插一杠子知道吗 我插一杠子 就是你 我跟她 我跟她在一起都好好的 就是你 什么东西啊 她说她不喜欢你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不喜欢你 怎么把你插了跟我在一起呢 来来来 姑娘 姑娘 来来来 姑娘 刚一上台 小蕾的妹妹小云 便静止走到了她的身边 很自然地挽起了她的胳膊 看到此情此景 小叶不免气不打一出来 马上呵斥小云放开自己的男友 可是小云却直言就是因为小叶 自己和哥哥才会分开 说着便要去和小叶动手 主持人见状便立马拉开了他们 忍不住感叹一句小云真凶猛 随后问了小云几个问题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可以啊 你跟你男朋友谈恋爱多久了 分分合合吧 多久了吗 一共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还是合了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也合了几个月 我跟我哥哥 然后就是说从小一起长得大 你这哥哥是哪层意思 反正我一直把他叫哥哥嘛 就是他很小就很喜欢他 是吧 那你向他表白过吗 我们之前有谈恋爱 干妈我们家里人全都支持 我跟我哥哥在一起啊 我跟他妈妈的关系 为什么那么不好啊 你不明白吗 不都是你在旁边说了乱七八糟 你还好意思讲 我们全家人都这么不喜欢你 你还好意思赖在这里 他不喜欢你就这样 对于主持人的问题 小云表示 也为自己从小便和哥哥小蕾一起长大 彼此之间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 自幼时小云就对他方谢暗许 而且家里无论是谁都很支持他们在一起 可就是因为小叶的插足 才让哥哥小蕾狠心和自己分开 但小叶却指责小云的 男友的母亲之所以会那么不喜欢自己 全都是因为小云在背后搬弄是非 挑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主持人眼见台上的战况愈演愈烈 而核心人物小蕾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便不禁提醒了他一句 你说句话 小云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 我对你之间的话没有其他的感觉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跟我谈恋爱呀 当时的话也只是说一直生气 没想到你会对我就是产生感情 我不是说故意欺骗你的感情的 姑娘问你这个问题 她跟外面人说你是她的女朋友 说过吗 说过的 她牵过你的手吗 牵过手 你们花前月下过吗 反正一起牵过手关过街嘛 后来她怎么跟你提的分手呢 还不是她过来勾引她的 从头到尾你看我找过她嘛 她都说不喜欢你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站在这里啊 她要不喜欢我 她把你穿了 跟我在一起干嘛呢 她刚刚都说了 经过主持人的示意 小蕾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表示自己只把小云当做妹妹 可小云却仍然十分固执地认为 就是由于小叶的原因 自己的哥哥才会抛弃了她 可对此小叶也不甘示弱地回应她 小云只是男友用来弃自己的道具而已 看到现场的战况再度升级 而小蕾还是处在那里不吭一声 就算在主持人的提醒下 她也只是不轻不重地劝解了一句 却没有丝毫要解决问题的意识 而此时 小云却还在指责小叶勾引了哥哥 看到小云如此没有礼貌 就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好奇起来 小蕾的母亲到底喜欢小云什么 因为她的妈妈跟我妈妈是好姐妹 她小的时候经常去我家 在我家里面人的话 都是非常喜欢她的 而且她也把我爸妈的话哄得也很开心 那像她在你现在女朋友家干那些事 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跟我爸妈说 但是我妈的话是绝对支持她的 就是帮亲不帮你的 原来小云和小蕾的母亲是好朋友 两家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 而小云也很会讨家长欢欣 所以小蕾表示 无论是不是小云的错 母亲始终都会站到她那边的 可是小蕾的母亲 又为什么会那么不喜欢小叶呢 其实小叶并没有试图去迎合准婆婆 可是准婆婆不仅没有搭理自己 竟然还直接出口伤人 小叶也来了脾气 当场转身便走 这时主持人说的 如果小叶连婆婆也搞不定 那么以后的日子可有苦头吃了 而小叶也同意主持人的说法 表示愿意放弃男友 可小蕾却并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面对女友和妹妹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友 先表个态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选择谁做女朋友 你就站到谁旁边去 别说了行动 你凭什么站在旁边呢 我对你那么好 我到处这儿给你洗衣服 给你打水 你呢 你现在怎么这样对我呢 小云我跟你说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妹妹的 来来来来 姑娘回来来 我也跟你 我也跟你道过歉了 来来来来 我只是一假设 别哭啊姑娘 有点乱 其实本不该这么乱 看到哥哥小蕾选择了女友 小云急地哭出了声 主持人表示 其实这一段感情 本不该如此混乱 那么不知道台下的嘉宾老师 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如果说只是爱与悲哀的感情问题 那就简单了 但是在我看来 男生有道德问题 他跟他相处了十几年 一个女生的一领一笑 一举一动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心里爱不爱你 如果当你感觉到一个人爱我 我却不能够以同等的回报 去对待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接受 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喜欢你 你就跟这个妹妹说清楚 我绝无可能爱上你 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一步 但事实上 你内心所想的不是说 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都不会爱上你 还是我如果没有女朋友 我就会爱上你 在这一点上 你有问题 图蕾老师的话拒绝在里 两人相处了十几年 小蕾不可能不知道干妹妹的心意 可他非但没有明朗的拒绝 反而还贾义和小云在一起 如果他当初能早表明心计 那么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不知道在听完老师的话之后 他们三个又分别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是他处理的不好 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 我一定要做一个好老婆 做一个好媳妇的 但是我只拿你当妹妹 说真的 我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对你动过一丝男女之情 这个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 对不起 三 二 一 请开门 故事的最后 只有小云选择了留下 看来在这一段混乱的感情中 只有他爱得最深 也只有他受的伤害最大 希望小云可以早日走出阴影 真正密的真心对待他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